以后假设我们需要有资料要发布 像我们之前是都抓人家的 像台北市政府还有中央的资料 如果说今天我要有一些资料 要放在云端放在网络上面 让我的客户去抓 或者让我的一些其他的同事去抓 我需要产生一个开放资料的来源 就有点像我们之前去抓别人的东西一样 这个好处是什么 反正我资料就放在那边 那以后你就自己抓 以后我更新 你再抓就是最新的 可是问题我要怎么样有这个东西 有这个可以发布的地方 以前的话通常会需要架设一个server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不想架server 因为架server很麻烦 你需要去管理他 如果说你不想架server的话 一个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利用什么 利用Google的云端硬碟 其实这个云端硬碟我还蛮推荐的 如果你对Google的云端硬碟不熟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用用看 因为第一个的话 它其实还蛮稳定的 因为我已经用了它应该超过十年的时间 基本上没有发生过问题 OK 其实甚至比我的server还稳定 第二个的话速度连线数也没问题 所以我后来就想说 那我干嘛加server 那我干嘛用我的server 因为你用server的话 你要考虑到几个24亚的开机 而且还不能停电 如果停电你要装UPS 而且不能中毒 不能被害客入侵 对不对 而且还要确保你的电脑是可以walk的 也不能有档机问题 如果突然档掉的话 那怎么办 你要重新去管理它 其实相当的麻烦 虽然说现在 有一些机器还蛮方便 像我之前跟各位介绍 有一个NAS 这东西其实如果你如果拿来做架设server的话 也可以用这个NAS 那你可以 什么叫NAS 你可以看一下 或者看YouTube的相关影片 它的好处就怎么样 有点像以前server可能要很大一台 那现在的话变得有点像一个便当盒 你把它放着 那就可以做到以前 你那个大的机器做出来一样的事情 甚至也一样的稳定 像我有一个网站已经放了十几年了 它还是这样继续存活的 无声无息的 OK 你可以考虑用这东西 当然什么方案最好 你可能有时候按照实际上的需求 像如果说你比较没有安全性考虑的话 好像之前有同学说 如果我放云端硬碟会不会有隐私的问题 如果有那你就可能自己架用NAS 那难度会比较高一点 但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就考虑什么 用云端硬碟就好了 OK 那云端硬碟从哪边进呢 其实Google 有没有 你进到Google里面 这边不就有什么 云端硬碟了 OK 云端硬碟打开之后的话呢 你只需要做第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你会发现新增有没有 四传表 那里面当然还有更多啦 其他人做的事情相当多 那其中的话呢 如果说我今天要发布哦 假如说我要把一个资料 比如说会员资料呢 给别人去抓的话 那我可以什么 可以用那个这个Google市专表点一下 接下来的话呢 上面呢 我就把资料放在上面 那怎么放 我们可以利用那个02 0603这个地方 特别说第三个单元这边 底下的话呢 我这边就有会员资料 请你把这个复份的资料 把它复制贴过去就好了 如果说我今天有一个资料 当然有可能是Excel 有可能是Word等等的 那就把这些资料 把它选起来 选起来之后呢 把它贴到那个Google市专表就可以了 Ctrl C 50个 Ctrl C OK 然后你就在这边 把它Ctrl V贴上 OK 这个时候呢 当然贴上的话 第一栏 好像多一个空吧 这个怎样 贴上的话你可以 只有资料 不要格式 他就不要把格式带过来 那第一列多余的把它删除掉了 其实这有点像自己Excel 试算表名称的话呢 也许就会员资料 那里面的话呢 总共也是一样五个栏位 好 那我们第一步就完成了 如果说将来你要变成一个开放资料的话 第二步非常简单 这个功能也是慢慢才增加的 以前那个云端硬碟没有 好像到八几年前慢慢陆续它要增加 所以云端硬碟的功能好像一直在不断进步当中 像以前好像没有什么 没有这个email 有没有 现在多一个email 以前的Google 像Excel里面也没有email这个功能 有没有 但是Google试算表有 所以Google试算表会慢慢越强大 比Excel试算表还强大 会以后大家用这个 不过可能还乱距离 那接下来的话呢 如果说我要呢 把这个资料 变成一个有点类似像开放资料的一个来源的话 特别是在从哪边 记得从档案里面 请你找到什么 发布到网络这个功能 OK 这个功能的话呢 就很好用 我们点选它之后的话呢 比如说我现在发布到网络的话 它里面有两个选项 一个连结 一个内签 那你记得 选择连结 第二动作的话呢 发布的话呢 它当然会问你说 你是要整份文件呢 还是只是某一个工作表 因为一样嘛 试算表里面有好几工作表 你可以挑第一个就可以了 我要发布的是这个工作表 那接下来的话呢 它会问你说 那你发布的是要是网页呢 还是要什么格式 有没有发现 其中的话呢 它有一个选项 叫做CSV 有没有 就这一个 当然你也可以发布成PDF 如果你只是要让它 就是看而已 不能抓 有没有 像有些单位它就不让你抓 你可以用PDF 其他的网页 OK 所以特别是用 从档案发布到网络 这个功能 然后记得选这个工作表 的CSV 按下发布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 发布一下 发布 然后这个选CSV 按发布 这个时候它问你说 你确定那个要发布 选取的项目吗 按下确定就好了 这个时候它会帮你做什么呢 恭喜你 它就会帮你自动得到一个什么 这个网址 那这个网址呢 就等同于什么啦 跟那个之前 那个台北市政府啊 它所给我们的那个连结 到底是一模一样的 也就是说呢 如果我要抓取它的话 其实哦 我只要怎么 把它复 把这个复制一下 那如果说我要确定抓取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拿那个 之前的 那个范例吧 我们是拿那个 公有 市场行情这个拿来改 那假如说呢 我改的话 我可以把这个先copy一下 贴上 名称的话也许叫什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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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類似像这样 好 给它一个 一个 把之前的那个拿来当范例哦 那我们可以先抓到 所以上面这个可以先关掉哦 然后下面的部分也是先关掉 我们print的部分的话 先print它好了哦 那再来的话呢就是什么 一样去抓啊 这个request一定要 这个一定要 import import request 然后呢 get后面的话 把这个连结哦 改成什么呢 改成我们刚刚发布之后的连结 把这个东西贴上一下 ok贴到这里 所以第一步的话 一样是 import那个request 然后呢 再来就是 就是利用request里面的get方法 去抓到google提供的这个网址 encoding的话 特别注意哦 你就不能用cp 就因为它不是微软的东西 它是google 所以google一定是什么呢 utf8 所以这边的话你就打那个utf8 ok 那底下的话呢 sprint 我们先不用sprint 但是这个部分把它直接print 把它直接print 这个地方我就直接print看看 先确定有没有办法抓到 print什么呢 print这个 htm.test 这个htm里面的test的属性 把里面的资料帮我抓出来 就三行 ok 然后呢 试试看一下 看有没有办法抓到 把它run一下 如果可以run到的话 那基本上应该就可以抓到我们要的资料了 诶 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呢 它就快速的怎么样 从网路上 帮我把什么呢 把我的google上面的东西抓到了 也就是说 将来呢 你也可以怎么 把这个网址 给你的 就是其他要的那个 比如客户端或其他人 那将来的话 你就会变成你可以发布资料的地方 那也另外的话 还有一点哦 这个发布的话 不是说永远不能改哦 你将来的话 如果说你这边资料 假如1号 它的电话改了 电话比如说改成09 0922 然后123 456 类似像这样哦 你改完之后 那 我印象中好像就是发布 你可以什么 内容如果有变更 它会自动 自动发布哦 也就是你改了之后 那你的其他人抓资料的时候呢 也会跟着变动 不过之前我试的时候好像有时间差 可能你改完之后 因为它server跟server之间要同步嘛 可能没有那么快 有的时候可能要好几秒钟 不过后来好像越试呢 这个越快哦 我来看一下 比如我现在1号把它改这个 我现在再把它print出来看看 现在是这个嘛 那如果重新再跑一次 看一下1号 这个时候资料还没变 那可能还要一下 一点时间 因为它server上面东西 你变动了嘛 它可能还要重新再抄写 所以可能它一段时间 那你再去执行 它就看到最新的结果了 OK 请各位试一下 大概重点 第一 我是利用那个0603 这个资料 拿来做练习 当然如果你要用别的资料练习OK 反正主要是什么 利用你的Google的云端硬碟 新增一个试算表 然后呢 把资料贴上去 并且按下那个发布到网络功能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这个功能我觉得还蛮方便的 好处就是什么 以后如果你要成为 就是资料发布的提供者的话 provider的话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了 好处就是说 没有费用的问题 不用自己驾帐 不用维护server 多好 稳定性如何 非常的棒 没什么问题 OK 甚至呢 你放到云端硬碟 感觉甚至 比放在自己架设的server 还来了可靠 为什么 因为Google的server的数量 多到你无法 这个 这个 多到 真的是多到你无法想象的数量 之前我记得好像已经 Google的server数量已经有200万个server 200万个server OK 那现在当然不知道多少 所以可想而知 这些东西呢 如果你放在云端上面 你可以再去把它抓取回来 OK 试一下 我 可以下载一下 那位置 一会儿 下车 另外 太车 我们 谢谢大家